台湾是全球高科技的重镇 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 今天30号出席台湾骇客年会企业场的开幕 他强调台湾就处在地缘政治的热区 资讯安全是重要防护力量 台湾要成为世界的信赖伙伴 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 亲自出席台湾骇客年会企业场开幕 台湾长期遭受中共网路骇客攻击 萧美琴致辞强调资安对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会处于国际的地缘政治热区 同时也是全球高科技的生产中正 更是身处资安风险的第一线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场域 同时提升台湾整体的资安防护能力 来维护我们供应链的安全与服务 随着AI应用快速发展 台湾喊出了AI产业化 产业AI化 从米琴指出台湾资安也是坚韧之导的重要防护力量 资安意识与防护能量要进入台湾的百公百业 打造资安产业化 产业资安化 如何让AI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确实符合人类的利益 让AI成为网络资安的助力 而不是资安的破口 台湾在科技在AI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端 我们更需要展现对资安对网络安全的责任 让台湾成为全世界能够信赖的伙伴 台湾身为全球科技重镇 副总统强调台湾更要展现对资安的责任 新城亚特电视 赞亿豪 曾鲜敏 台湾台北报道